大家好,我是苏塔塔,欢迎来到直播墨尔本的第六期 今天是2020年的4月10号,也是澳洲的复活节 但因为封城禁令的原因,我们也不能够出门 那就再加在跟大家录一期节目,也是一个聊天相的视频 那我们来盘点一下,在疫情爆发之后,澳洲的留学生们都经历了哪些事情 然后最近给我们学生发放的福利跟补贴也有哪些 大家都知道,2月1号开始我们澳洲下达了封国令 然后下午4点是最后一班飞机允许入境 之后呢,没有身份的话就不能入关了 因为这个旅行禁令的下达呢,有10万的中国留学生滞留在澳洲以外 那之后呢,留学生就开始想办法去曲线入境 就是说在其他国家,比如说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迪拜等等 待14天,那14天之后,确认没有任何的症状 符合条件的话就可以入境了 那当时呢,刚好也正值澳洲疫情刚开始爆发的这样的一个时期 那学生其实也面临一个比较两难的困境 有一部分学生呢,在想说我是不是要在这个时候来入境 因为毕竟也不知道澳洲它对付疫情的这个具体的措施是怎么样 而国内呢,毕竟抗疫已经一段时间了,经验也比较丰富 然后疫情也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那有些学生家长就比较担心说呢,这个时候来澳洲是不是不够安全 那还有一部分学生呢,就是想说如果不入境的话 那他的正常的学习啊,课时啊,可能会受到影响 包括自己的学生签证,会不会被取消 包括大学的这些录取通知书是否还有效 所以当时学生群体当中引起了蛮大的这样的一个恐慌 那学校其实是最早开始应对这些声音的 各个大学的校长呢,就马上发布了声明 说要对国际学生进行协助 除了要免费延迟课程之外呢,也要保证说学生签证不会被取消 那很多学校在三月初也开始了网课 就不管学生你是不是人在澳洲境内正常的去开始这个学习 那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就是第一学期了 很多大学也给出了一些举措 比如说如果第一学期任何课程考试没有过的话呢 学校都提供免费的重修 每个学校不太一样啊,但是重修一门课程的费用 基本上在三千到五千不等 如果说这笔费用能够省掉的话 对很多学生来讲也是一个好消息 另外就是各个大学都提供了哪些福利和补助呢 让我们来帮大家总结一下 首先就是阿德莱德大学那第一学期的学费减免20% 最高每人还可以领两千澳币的一个补贴 那这个主要是在机票费用上进行一个补助 塔斯马尼亚大学呢 也是一样给出了学生一千五百块钱的这样子的旅行禁令补贴 另外还有五百澳币的网络学习的一个补贴 那保证说学生不管是人在哪里都可以正常的进行网课的学习 摩纳什大学呢也是非常给力的 应该算是最给力的一个学校了 给了一个紧急补助金是五百澳币 还有一个就是第二笔的高达七千澳币的补助 这个在四月十四号就要开始发放了 所以摩纳什大学的学生要尽快的登陆到大学的官网 那跟学校比较起来呢 政府的表现这次就有点差强人意了 总理莫里森呢宣布说 目前我们不考虑国际学生的补助 还说要鼓励学生回到自己的国家去 那对于这点呢 墨尔本的硬核市长副市长直接就在他的推特上开怼了 就说在这个时刻呢 不要把留学生当成摇钱树 不仅要保证他们在这里的健康和安全 正常的学习和生活 我们还要制定相应的一个补贴计划 那对象就是一百七十多个国家来的二十万留学生 那除了墨尔本市的政府表达出来这一项意愿以外呢 我们中国的这个政府也是给我们的留学生 发放了健康包 据国内的新闻说啊 中国政府有五十万份的健康包 还有五十万份的消毒用品 以及一千一百万个口罩都将发送到留学生比较集中的一些国家 那墨尔本领事馆呢也正在积极联系 去进行本地的这样的一个发放 现在就是维多利亚州和塔斯玛尼亚州的中国籍学生 包括港澳台 从小学生到大学生 还有一些技术院校 比如说TAFE甚至语言班的学生 只要是中国籍的都可以领到咱们国家政府 给大家的五十万份健康包 还有消毒包等 那其实这个也让我们想到了 在一开始武汉爆发疫情的时候 墨尔本的华人也是非常积极地自愿地去组织了物资的捐赠 当时有这个几十万件的防护服 护目镜 还有口罩都被捐赠到了武汉的抗疫的前线 所以其实对于我们华人来讲 不管人在哪里吧 我觉得当事情发生的时候 大家的心情都会是一样的 那教育呢 作为澳洲的几大经济支柱产业之一呢 这边有一个统计数据 也就是差不多每个学校的国际留学生呢 平均每年都会向自己的学校贡献超过一亿澳币 就墨尔本来讲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墨尔本的留学生的占比啊 墨尔本大学差不多是百分之二十七 摩纳什大学呢 留学生的比例差不多百分之三十四 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 RMIT的占比是最高的 留学生占到了百分之四十六 那在这些国际留学生里面呢 中国人平均又占到了差不多三分之一 那平均算下来呢 就是你走到一个澳洲大学的校园里啊 看到十个学生 那里面有一个可能就是中国人 那我们也来看一下澳洲的大学资源究竟是怎么样的 在2019年呢 全世界范围内的大学学术排行一百强里面 澳洲是占了七所的 其中有排名第四十一的墨尔本大学 五十四的昆士兰大学 七十四的摩纳什大学 七十六的澳洲国立大学 第八十位的悉尼大学 第九十四位的新南威尔士大学 第九十九位的西奥大学 那在国际学生数量上面呢 其实仅次于美国和英国 澳洲是排名第三的 就是中国留学生在考虑出国留学的时候呢 这三个国家是大家选择最多的 就分别是美国 英国和澳洲 那在全球评选的三十个最佳留学城市里面呢 澳洲也占了五个名额 基本上澳洲的首府城市都在里面了 目前为止呢 澳大利亚也有十五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那澳洲其实也有很多的科技发明与创新 有一些呢是我们每天都要依赖的 我跟大家讲一个可能大家都不知道的 就是我们使用的WiFi无线网络 其实就是澳大利亚人发明的 还有就是宫颈癌疫苗 飞机上用的这个黑匣子飞行资料记录仪 还有科学上的胚胎移植 就是我们知道的试管婴儿 超声波 仿生耳 青霉素等等 这些其实都是澳洲的发明 其实我们的留学生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呢 真的特别建议大家去真正了解一下 澳洲到底有哪些领域是非常强的 在世界上是属于比较先进地位的 这样子在选择专业的时候 大家也可以多一些想法和多一些考虑 那最后呢还有我们就是留学生朋友 大家都比较关心的 关于住宿和租金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因为现在在疫情之下特殊情况 有一些学生如果不能入境的话呢 你其实是可以跟自己的租赁中介去申请的 把之前的押金可以退回 然后结束租约 让那个房东呢 有机会去找新的租客进来 如果说你是已经入境的学生呢 如果觉得这个租金有点高 自己可能现在没有在打工啊 或者是有一些经济上的困难 那就可以去跟自己的中介去申请租金上面的一些减免 很多房东其实还是会有这个考量 也会同意一定程度上的减免的 那最后就是关于这个疫情 那我们国内的父母也不用太担心 现在的疫情受到了很好的控制 在欧洲每天的新增病例都不超过两位数 有时候是几例 有时候是十几例这样子 政府也不允许人群的聚集 很多学生常住的一些公寓楼下面 都实行了严格的安保 以及消毒的措施 这些都有效地保护了我们的留学生 学校呢也停止了上课 全部都是线上的网课 那相信我们的留学生在墨尔本 还是可以非常安全和健康的工作生活学习的 也请国内的父母们放心 今天呢是复活节 也祝大家复活节快乐 我们的节目差不多到这里 之后的节目我们会分享一下 在疫情当下 如果我们遇到了失业啊 或者是不太好找工作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怎么样去克服它 以及在这个求职方面 很实用的一些技巧 对于这个话题 大家有什么感兴趣的 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见 我们下期节目见